2022年是天时地利人和所造成的 说难听一点 上海人还有什么救 你看上海完了 上海人还有什么救 乱糟糟的 你不能不讲中原的话 对不对 现在很多人已经搞不懂了 我们其实在搞不懂 那完蛋了 那完蛋了 那中国靠谁呢 那完了嘛 21世纪只有中道可以救世界 只有中道可以救人类 而中道是我们中原文化的精华 道理是非常简单 你还要执迷不悟 那你自己自作自作 我们现在弄得老天没办法 所以易经才要起来 所以我们先做一句话 越年轻越早学易经 你将来用得越长得 我有一本勃勃的书叫易经 真的很容易 你就要看个五遍 我们就走